这款Destiny Lover香水 是我们F集团第一款荷尔蒙香水 它的创作本意 是希望在消费者使用的时候 能够产生一种像在恋爱的感觉 而为了达成这种效果呢 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实验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这种荷尔蒙香水 真的可以吸引到对方 而且它有独特的香味 所有的这些都来源于真实的灵感 才做出了这款香水 感谢方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呢是记者提问环节 这位女士 方总 这款香水是F集团店价最高的香水 您是否担心销售量会相应降低呢 谢谢 其实我觉得好的产品 自然可以承受得住市场的检验 那么我也相信现在消费者的品味 所以我觉得 这款香水是可以的 方总 据说这款香水的调香师是一位新人 我们很好奇 为什么您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一位新人呢 因为她是这个专案的灵感人物 也正是因为有了她 这款香水 才会出现 其实 她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 我相信接下来的她 也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情绪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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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我们能回家了 怎么样 开心吗 特开心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香水 今天预售的第一天 就已经打破F集团 有史以来 卖的最好的一款香水记录了 我都不知道原来 自己还可以做这么多事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为什么 把眼睛闭上 这是什么 这是我专门为你挑的香水 名字我都齐好了 叫做外冷内热 也叫方冷 好不好吧 好香啊 你也来一点 来 谢谢 那我做了那么多 我有没有小礼物呀 当然有了 去那边坐一会儿 好 你就只买一点点炸鸡就好了 炸鸡 炸鸡怎么能够买 去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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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靠近你 我别靠近你 也有话想说 不知道为何 你能够 不愿意 然后放入我 好 不用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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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My destiny lover 就在怦然之间 怀抱化身屋檐 为你将余点都化解 这一刻恍若初见 才明白原来不可或缺 My destiny lover 我确信的素人 是宿命的遇见 像涟漪扬起全世界 不知安好的心田 无条件为你不舍弃线 专属的永远 太好听了 这歌叫什么名字 这首叫 戴死的妮拉乌 跟香水一个名字的 嗯 因为当初在想香水名字的时候 我就偷偷写了这首歌 所以这香水跟歌的名字 都是为你而起的 谢谢你 萧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七 小七 十一 小七 最高浓度的荷尔蒙素 任务终于完成了 小七 我现在就联系母星 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家 我 不想回去 嗯 你说什么 我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现在想留在地球 想陪咱放在身边 小七 你知道你这次来 本来就是来将功赎罪的 方冷原本是怎么骗你的 你怎么又上当了 走 十一 方冷没有骗我 我知道他爱我 我也很爱他 我们是不需要爱他 嗯 当你遇到一个很爱的人 你就知道 你只想跟他过 那种有感情的生活 我遇到了风冷之后 却不想再回母星 过那种没有情感的生活了 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违背了我们母星的信仰吗 母星的信仰 万一是错的呢 母星只会一直强调 要怎么发展科技 但是会忽略我们 作为生命本体 原本就该有的 原始情感啊 所以 母星 也许就是错的呢 这样 我 我们先不论谁对谁错 我只知道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你一定会受到惩罚